记者小雨涵台北报道,刘湘慈在新冰日记里饰演最美式官场走红,今年初她离开合作了13年的凤凰艺能加盟动能一项制作公司金宇师姐,Janet谢一芬,大佩李佩玉一同出席水下30米潜水平台启用记者会,这也是她跳槽后首次露面,她表示自己18岁加入老东家, 如今离开大家感情依然像家人一样,刘湘慈与老公中凯威育有一子Teddy产后因为老公支持她继续演绎工作,更对她说没有人可以一辈子为对方牺牲,一定要找到生活重心,一席话让令她动容出席活动时,刘湘慈表示老公认为她如果为了家庭付出一辈子以后一定会遗憾,让她知乎自己嫁对人了。 在老公鼓励下,她目前积极付出拍摄TVBS星期女兵日记,但对细节守口如瓶,不愿透露演出角色以及杀青日记,仅表示换了新东家,期许自己能展现更多面向。 拍出好的作品,刘湘慈跳槽名是凤凰一能加盟新东家,记者宋志雄社,刘湘慈左起,李佩瑜,Janet出席水下30米,潜水平台记者会,记者宋志雄社,李佩瑜,左起,刘湘慈,张仁雄,Janet出席水下30米,潜水平台记者会,记者宋志雄社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